大家都知道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,就是权力法案的第一条,保护每个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。 但是,第一修正案对国会禁止设立国教的限制因为早已经深入人心,常常被人们忽略。 换句话说,就是美国宪法确保了政府和任何宗教要彻底分离,也禁止政府部门基于个人信仰选拔官员。 但有趣的是,在现实生活中,从美国总统到国会议员到各级联邦和州的政府官员,即使在今天的社会,基督徒仍然是绝大多数。 美国著名的民调研究机构,Pew Research Center,中文翻译作品由研究中心,发布了一篇博文,总结了十条关于美国宗教和政府关系的现状。 其中一条研究了美国最重要的法律中是否包含上帝,这个词。 事实上,在美国的联邦宪法,也就是最初国父们在制宪会议上写下的宪法里,并没有出现上帝一词,但是上帝出现在其他三个重要的官方文本里。 第一个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决定掀桌子,跟英国国王宣布独立的,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,独立宣言。 另一个是Pledge of Allegiance to the Flag,效忠美国国旗誓言。 另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美元上写的,In God We Trust,我们的信在于上帝。 在杰弗逊主笔的独立宣言里,提到了,是上帝的自然律允许美国作为独立的国家,从英国分离出来。 原文用的是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's God,然后,在提出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时,再次强调这是由造物主,Creator,所赐予人类的权利,就是中文翻译的天赋人权。 效忠美国国旗誓言的原文是 翻译过来就是我发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,并其所代表的共和国,上帝保佑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,为所有人民带来自由和正义。 其中,under God,在上帝保佑下的这个词是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订法案加进去的。 另外,在美元上印着的,in God we trust,我们的信在于上帝,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用途。 虽然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,而且地球人无论东西南北,大家都心照不宣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。 但是,偏偏就在这个世界上最普遍流通的美元上,美国人写的是我们信仰上帝。 其实,这里面有一个圣经的典故,就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里,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看待金钱,耶稣说,你们不能侍奉神,又侍奉马门。 马门在这里就是金钱的意思。 这句话印在美元上,其实是表达了一种美国人的国民精神,某种程度上也暗含了一些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的意思。 而把我们的信在于上帝这句话加在美元上,最初是起源于南北战争时期,联邦政府把它刻在硬币上,在当时的内战中它象征一种向信仰的回归和对国家团结的希望。 1956年,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签订法案,把这句话当作美国国家的座右铭,印在联邦政府发行的所有纸币上。 虽然,上帝一词没有在美国制定三权分立的联邦宪法里出现过, 但是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篇文章分析过美国五十个州的州宪法, 发现上帝或者神圣者的字样在每一个州的州宪法里都出现过, 并且加起来在各个州的宪法里出现了二百多次。 在美国民间呢,也流传一种传说,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是受上帝三位议题的启发, 但是这种说法更多是代表一种信仰理念, 因为虽然三权分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制衡关系, 但是它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,是政治科学理念的产物, 是可以被理性分析理解的。 相比之下,三位议题是超越人类理性逻辑, 需要某种直观感知的神学概念。 不过,基于美国建国时期的国父们各个都是虔诚的信徒, 在他们的个人信仰和私下恳切的祈祷里, 除了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之外, 私下里有没有受过三位议题之上帝的启发? 我们并不知道。 这些虔诚的基督徒在公共事务里, 跟孔子很像, 都是不与怪力乱神, 严格遵从启蒙运动以来那种理性和逻辑的精神。 而三权分立的体制和美国法治的最基本精神, 就是建立在理性和逻辑推理之上, 一种既庞大又详细的法则和程序。 某种程度上, 它就像一个数学模型在社会运行, 确保这个体制对所有人用同样的逻辑程序。 同时, 它又设计了陪审团制度, 添加了人性化的因素, 在法律守护正义的同时, 并不是冷酷无情的无差别对待。 提邮中心这篇文章提到另一个有趣的事情, 就是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, 包括现任的拜登, 都是基督徒。 拜登本人自称为天主教徒, 如果他真是的话, 那么他是美国历史上级肯尼迪之后的第二位姓天主教的总统。 历史上有名的总统, 除了杰弗逊和林肯这两位没有正式的宗教派别, 其他几乎所有的总统都是新教徒。 所谓新教徒, Protestant, 这个词来源于抗议者, 就是马丁路德代表的欧洲基督徒, 不满一千多年来, 严格掌控人民思想意识的天主教会, 认为一个人的信仰与得救, 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, 教会没有权利插手。 当时的美国, 作为一片新大陆, 接纳了这些因为信仰缘故在本国受迫害的基督徒。 所以这个由新教徒建立的国家, 历任总统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, 也就不难理解了。 提优文章里还引用2021年的数据发现, 美国国会议员里, 十个人中有九位是基督徒, 其中99%的共和党和78%的民主党议员认为自己是基督徒。 200多年了, 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基督教专制的国家, 却一直是由基督徒领导的国家, 基督徒的信仰, 内化为领导力, 来运行一个与宗教分离的世俗政府。 所以美国的政府模式, 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, 跟中国儒家讲的内圣外王有点异曲同工的效果, 但是当今美国的选举制度仍需要与时俱进, 消除联邦和各州选举之间的一些程序漏洞, 才能更好地达到选贤任能的效果。 提优文章的链接, 在本视频的描述栏里,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下原文其他的数据统计。 词曲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